1月2日西安市封城第11日 中共官方通報全市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400例 當局認定西安這輪疫情由Delta變異豬陽發 西安市從2021年12月23日起封城 27日要求民眾足不出戶 當地民眾紛紛上網抱怨 買不到菜 餓死了 不給送食物也不提供購買渠道 網傳有小區物業控制蔬菜供應權 如果從其它地方賣菜 居民將會被黃馬處理 小區所售一箱菜價格高達438元 一段最新的影片顯示 西安市硬塔像八街道一名年輕人 因為逃過出去買饅頭 被幾個執勤防疫人員一起拳打腳踢 但在西安政府家屬院 不僅可以買到菜 而且蔬菜水果肉類齊全 而且是便宜 有網民發文披露 西安市級機關來了兩車新鮮蔬菜 貼文說換排地址是市政府小區14號樓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顏塔區 永蟲街3號 還有網民發帖說 看看西安補給及時的這些食物都送到哪裡 貼文顯示 食物送到城內、中樓、上坡路、人大家屬院 當地網民表示 我懷疑西安不是罵疫情 是罵饑荒 全中國人都知道西安在罵瘟疫 只有西安人覺得在罵饑荒 更悲慘的是一些從外地到西安工作的人 租屋者 他們沒有管理採購食物 食什麼 怎麼生活 沒有人知道 當地居民發布的一段影片中 很多外地人 沒有棲身的地方 露出在天寒地凍的西安街頭 不少網民回覆說 陷光門外力離是農民工找工作的聚集地 封城了 他們也沒有地方去 也沒有被妥善安置 每天靠著 執盛飯過活 這次西安沒有公民記者了 很強大的長國